颜色原理详解简单 我之前分享了很多期调色的视频 那有很多小伙伴说我连颜色的原理都不懂 你居然给我讲调色 那么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颜色原理的详解 首先我们在一块黑色的背景上 分别给它新建三个色块 红绿蓝 我们的三元色对吧 这三个色块相互叠加 大家就可以发现它会产生不一样的颜色 红加绿等于黄 红加蓝等于阳红 红加蓝等于青 而三种颜色共同叠加组成了白色 这个其实就是不同颜色产生的道理 两种或者多种颜色掺杂在一起 就会组成不一样的颜色 好那这时候我展开给大家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把红绿蓝三元色放在12点4点8点钟方向 那么红加绿等于黄 绿加蓝等于青 蓝加红等于阳红 对吧 我们这样就得到了六种颜色 然后把这六种颜色按照顺时针的方向 两两叠加 那么红加黄等于橙 黄加绿等于黄绿 绿加青等于青绿 青加蓝等于青蓝 蓝加阳红等于紫 阳红加红等于眉红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12种颜色 那么这12种颜色可以构成12色相环 如果你再次把这个12色相环按照顺时针方向两两叠加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24色相环 在这个24色相环中呢 每30度我们叫它类似色 大概三个格子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橙色和黄色 这两种颜色基本上很类似 每30度都是类似色 而每60度呢 我们叫做临近色 什么意思呢 从橙到黄 这两种颜色其实非常近的 都属于暖色系 对吧 而每90度我们叫中叉色 什么意思 一个直角的距离 我们从橙色到了绿色 对吧 中间插着一个黄色 大家可以理解中间插着颜色呢 所以它叫中叉色 而每120度 它叫对比色 从红大概到绿的这个位置 它的对比已经非常明显了 紧接着每180度 互补色就是我们调色中最常用的一种 互补色的原理 每180度 好 那么在这个色彩环中 大家还可以明显发现 我们的上半圈 大概从紫色到黄绿色的这个位置 它属于一种暖色系 而下半圈 从绿色到蓝色 它是属于一种冷色系 其实颜色就是这么简单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最后 有小伙伴知道 黑色是怎么回事吗 有小伙伴知道 有小伙伴知道 有小伙伴知道